大家好,我是新世界的岩石梁老师 所以大家要把つながる和つなぐ这一组字他动词呢放在一起去记忆 那么つなぐ什么意思呢 它首先就有把它记起来或者连接起来的意思,对吧 所以比如说我们说把这个线或者绳子给绑起来的话 就可以用糸をつなぐ,紐をつなぐ这个用法 糸をつなぐ或者紐をつなぐ这样用法,把它给连接起来 那么当然也有同学发现,如果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不用つなぐ这个动词,我用类似于musibu或者musibitsukeru的这些动词也是可以的 所以在连接起来的这个情况下呢 这个つなぐ和musibitsukeru的意思是一样的 那除此之外呢,这个つなぐ还可以表示 它可以束缚起来,可以绑起来,对吧 比如说有的时候大家看到啊 现在在路上有些人牵着小狗在那边遛狗,对吧 那么牵着小狗的话,因为つなぐ是个他动词 我也可以直接说inuをつなぐ 这个形式也是可以的 还有呢,我们说男女朋友之间,对吧 经常手牵着手走路散步 那么手牵着手的话也可以用teをつなぐ 手牵着手我们也可以说teをつなぐ这个形式 也就是把手和手连接在一起,对吧 除此之外,大家会看到 这个つなぐ啊,它在抽象的含义的情况下 还可以表示维持维系的意思啊 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 维系生命我们就可以说in no ji wo つなぐ 这时候呢,你就不能把这个つなぐ理解为连接在一起,联系在一起了 它就是维系的意思吧 所以in no ji wo つなぐ是维系生命的意思啊 那么维系一种希望,一种愿景 也可以是希望をつなぐ 或者望みをつなぐ,都是可以的 所以在抽象含义下,它还有维系,维持的意思 大家注意了 好,下面一个单词 kisari kisari呢,它就是锁的意思啊 就是锁链的意思,对吧 那么除此之外呢,抽象的含义下的话 kisari还可以表示的是事物和事物之间一种 fukaku kankei garu osu 有着相当深厚的一种关系,关联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下面一个单词 kosori kosori呢,作为一个副词 它修饰动词的时候呢,当然 它直接在上那个动词也可以 有的时候啊,我们在后面加个to 这个to有没有都无所谓了 再上一个动词,要是偷偷地,悄悄地去做模式 对吧 我说上课上的一半,我偷偷地离开了教室 就可以说 kosori to, kosori kyo shits wo nukki dashita kosori kyo shits wo nukki dashita 对吧,偷偷地离开教室 那这个nukki dash这个词呢,我们在之前也学习过 它表示摆脱或者离开的含义吧 对吧 它是个自动词,但它前面搭配的是隔住字 o这个o表示离开的场所 咱们一个人都记得 kosori呢,就是偷偷的意思 对吧 那么,比如说偷偷地在准备朋友的生日或宴会 kosori tomo dati no basteparty wo jimbi ste iru 这样的用法都可以用 kosori这个词 好,下面yarareru yarareru这个词啊 那实际上我们只要把它理解成 yareru做 它的被动态就可以了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词性 大家会发现 它这里写着yareru它作为一个自动词来使用 那么这一点的话呢 实际上也和我们在初级讲被动态的时候 讲过的一个原则是一样的 那次我们曾经讲过 一个动词,尤其是一个他动词 它没有相对应的自动词的情况下呢 这时我们就会用它的被动态来表示 自动词的含义,对吧 比如说像 yaru它就没有相对应的自动词 所以yararui当然就是 当然是被动态含义没错 同样的它也是自动词 还有一个比较常用就是我们说 举行的okonaru 对吧 okonaru是一个他动词 那么我们就要说体育运动会举行了 那sports大会がokonawariru 用它的okonawari 这个被动态形式来表示自动词的含义 那么当然我们在初级讲过 也是相对的 如果一个自动词没有他动词的话 一个自动词没有相对应的他动词 那么就可以用它的使忆态来表示 他动词的含义 对吧 那么像这样的情况我们也比较多 比如说像 那么说这个事情搞定 完成了这个sumu这个自动词 那么他所对应的他动词的sumaseru和sumasu 说白了就是sumu的使忆态变化过来 对吧 还包括了我们说的干涸的kawaku 它的他动词kawakasu 对吧 然后致力与努力的一个hagemu 它的他动词的hagemasu鼓励 这些说白了 这些他动词都是由这些自动词的使忆态变化过来的 好了 那么yararu说白了就是yaru的被动态 那么当然自动词来使用 它表什么含义呢 它就是各种受害 各种被欺负了 被打败了 被打垮了 这样的感觉 那么当然了 被谁欺负了 被谁打垮 被谁打垮了 前面都是用隔注字ni的 对吧 这一点呢 也是和我们初级学习的 那被动态中的动作发出者是由你来表示这一点也是对应在一起的 对吧 比如说 有的时候 在大冬天 非常非常寒冷的时候 或大夏天 非常非常炎热的时候呢 你会 寒冷やられた 或者 暑さにやられた 寒冷やられた 被这种严寒 被这种酷熟所打败了 都可以用やられた 这个字 但发现有的时候啊 也可以用被盗的吧 所以 比如说 我们到初级学习过的啊 我的钱包被偷了 可以用的是 財富を盗まれた 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 財富をやられた 这个时候 如果我说的是 財富をやられた 这个形式的话呢 也就可以把理解为 財富を盗まれた 对吧 钱包被偷了 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 其实 やらえ 就是やる的一个 被动态 那么就是各种的 被 被 这个 攻击 对吧 好 看一下 下面一个单词 急ブレッキ 那么 急ブレッキ 的话 就是 急ブレッキ 急ブレッキ 这个组合 急呢 是紧急的 这个ブレッキ 就是刹车 对吧 所以 急ブレッキ 这个词 它本身就是 急刹车 这个含义啊 那么我们来思考一下 不单单是 急ブレッキ 急刹车 一般的ブレッキ 的刹车 它所搭配的 动词 或是哪个呢 就是我说 踩下刹车的话 其实要记住 一组 自他动词 他动词是 ブレッキをかける 自动词是 ブレッキがかかる 那么当然 急ブレッキ 也是一样的 而且大家知道 我们一直强调 自他动词的区别 在于 如果你用他动词 かける的话 意味着 急刹车 这个刹车 是我人去踩的 对吧 所以呢 急ブレッキをかける 那如果不是我踩的 比如说 我坐在什么 动车上 坐在什么 公器车上 突然之间 这个车急刹车了 那么就是 急ブレッキがかかる 这个自动词 表示 眼前的现象 好 下面一个单词 ナキゴエ ナキゴエ 大家看得出来 它是由 ナキュ和 コエ的一个组合 对吧 当然了 在这里他把 ナキュ和コエ 合在一起之后 这个コエ的 コ有个着音变 变成 变成ナキゴエ 这个读音的 首先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 含义的话 首先大家看一下 ナキュ 作为这个自动词 它这一汉字 写的是 名 那么大家也知道 ナキュ除了 汉字写名之外 汉字也可以写 气 当然了 汉字不同的话 含义也是不一样的 对吧 写气的时候 ナキュ就是 酷子的意思 写名的时候 ナキュ就是 名叫的意思 所以 ナキゴエ 就是什么 一些小动物的 名叫叫声的含义 好 下面有个单词 無断 無断 哈字写无断 什么叫無断呢 就是 許可を得ないこと 换句话说就是 没有获得许可 而自说自化 善自的 怎么怎么样 那么像有一些 词固定的一些搭配 比如说 给大家介绍一个经常 可能会看到的叫 無断欠勤 无断欠勤 无断欠勤 那么大家知道 欠勤这个词 它本身就是 叫没有来上班 对吧 那么 无断欠勤 什么意思呢 就是 許可を得ないで 欠勤すること 没获得许可 你就不来上班 那就是 无故的 矿工的这 海域 对吧 和开销一下 是两回事情 所以大家会发现 無断就是 不获得许可 去做什么事情 那么像 無断欠勤 这是一个词 那如果 無断 它要修饰 其他的动词的话 大家看一下 無断 它本身是名字 名字不能够 直接修饰动词 所以 如果我们要把 無断 和修饰其他动词的话 后面我再加个 で 构成了 無断で 这个形式 無断で 何々する 表示 不获得许可的 去做某件事情 这个事情 大家记住了 好 下面 台所 漢字写 代常 就是代价的意思 或者补偿 这个和我们中文 是一样的 不再多多解释了 上面一个单词 接尾字的 弱 那么首先 作为接尾字来说 大家知道 在这里 我们是把它 直接接在了 其他的名字后面 而且呢 也不是所有的名字 都可以接上弱 往往是表示 数量的名字 上弱 那么弱 弱 表示什么意思呢 它表示 前面这个数字 不到那么一点点 的含义 所以它这里解释为 不足不到不满的意思 对吧 比如说 这个学校 有五千人不到的学生 那么就是 五千人是 五千人 所以说 五千人弱 对吧 再比如说 有的时候 我们表示 地震的震度的话 用心度这个词 震度 那么比如说 这次地震是 七不到 六点九几的地震 对吧 离这个震度 七几的还差一点点 所以可以说 心度 七夹 这个是 心度 七夹 这个形式 那么 结尾在 夹根在数量 之后面 它表示 这个数字 不到一点点 它的反义子 实际上和同学 看出来 对吧 汉词写 弱的反义子 自然就是 强 当然这里 这个墙 你同样按照 音读来念的话 也应该念成的是 九 对吧 而这个九 它作为结尾词 同样可以 接在数量词 后面 也是表示 这个数量 不过是 稍微超出了 那么一点点 对吧 所以我刚才说 心度 七夹 是震度 不到七 差七 那么一点点 那我说 现在这个地震的震度 它比七 稍微多了一点点 就是 心度 七 九 就是 心度 七 九 这样的说法 然后下面 开犬 就是家里 饲养的小狗 这个大家会发现 是从 开 饲养和 犬 小狗 这个组成 对吧 那么 开是 饲养 它本身 是个 它动词 所以 我饲养什么宠物呢 都是 这个形式 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在之前 也讲过 如果是 饲养宠物的 主人的话 叫做 开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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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面一个单词 小犬 那么 大家看出来 就是 小狗 就是小狗 对吧 好 下面 sag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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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动词 大家应该不陌生 因为我们在讲过 首先 它作为它动词 来使用的话 它前面搭配 冰米的 o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我 寻找什么东西 我直接可以说 nainnaniを sagase 这个形式 寻找什么 我就直接说 nainnaniを sagase 这个形式 那么 比如说 我说 寻找 我家的狗不见了 我要寻找我家的狗 就是 inu sagase 对吧 或者呢 我们说 找工作 也可以用 sagase sagase 那么大家知道 这个sagase 除了汉字写 碳之外 有的时候 sagase 汉字也可以写 so 那么实际上 写so的时候 它的含义 和碳的时候 意思大同小异了 不过写so的时候 它有一种 socha意思 所以比如说 我们常说 socha 饭人 就用 haniをsagase haniをsagase 汉字就写 so 好 下面一个单词 sumi sumi sumi呢 就是各种角落 对吧 比如说 哎呀 有的同学 在教室里面 就喜欢坐在教室的角落里面 就可以是 教室のsumi に座る 教室のsumi に座る 对吧 好 sumi它就是角落的意思 那么当然有的时候 这个角落 比如说 我们会把两个sumi 合在一起 变成sumizumi 那么 sumizumi 大家知道 就像 两个人合在一起 变成人人 对吧 两个山子在一起 变成山山 这样的用法一样 sumi是角落的话 sumizumi 就不止一个角落 而是什么 是指各个角落的意思 对吧 所以 有的时候呢 比如说 现在来中国 或者说来我们上海 的观光 世界各国的观光客 很多对吧 他们在回到自己国家时候呢 他就把上海的热闹 又带回了世界各个角落 就可以说 上海のにぎやかさを 世界のすみずみに 持ち帰っていく 再说一遍 上海のにぎやかさを 世界のすみずみに 持ち帰っていく 世界のすみずみ 世界的各个角落 那么除此之外呢 除了真正的角落 这个含义之外 这个sumi 还可以抽象的表示 边上 什么要边上呢 这里啊 再给大家介绍一个 比较常用的 一个固定的词组 叫做すみにおけない すみにおけない 那么すみにおけない 这个字表 什么意思呢 其实很多人也看出来 因为おく它是 放置的含义 对吧 我们在主题讲过 放在哪里呢 都使用格柱词 にだどこどこにおく 对吧 那么像おけない的话 那自然就是 おく的可能 它的否定 所以所谓的 就是没有办法 把它放在角落里面 换句话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事物 或者一个人 它具有意外的能力 或者实力 所以不可小惧的含义 不能把它放在一边 不就管它 所以抽象的 把它放在一边 也可以用sumi 这个说法 好 下面一个单词 ふるえる ふるえる的话 它是一个自动词 自动词 ふるえる它表示 颤抖 发抖 哆嗦的含义 对吧 那么比如说 有的时候 我提了重的东西 再写字的话 发现手在发抖 写不好 对吧 所以可以是 手在颤抖 对吧 那有的时候呢 一些小狗小猫 看到了一些大型动物 觉得很害怕 身体在颤抖 也可以是 身体在颤抖 对吧 那么有的时候 我们太恐怖了 声音在颤抖 同样是声音在颤抖 也是可以的 好 下面 おどおど おどおど 它本身作为 副词来使用 它加上する的话 おどおどする 也作为一个 自动词来使用 就表示一种 战战兢兢的 一种很没有自信的 很不安的一种感觉 比如说 他每见到一个陌生人 跟陌生人说话的时候呢 都会非常的战战兢兢的吧 あの人は み知らぬ人と話すときは おどおどしている おどおどする 就非常战战兢兢 非常停掉的 很不安的这种感觉 好 下面一个 みまわす 那么在这里的话 首先提醒大家一下 大家看这里跟みまわす 和我们下一个单词叫做 みまわる 这两个单词一定要区分开来 那么首先大家知道 まわす和まわる 本身就是一组自他动词 对吧 但是呢 在这里 みまわす和みまわる 意思并不是一样的 みまわす它表示 环示一下 比如说 有时候我进一个会场 对吧 我会先放眼 环示一下整个会场 就可以说 かいじょうをみまわ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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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环示一下整个会场 这样的含义 对吧 然后みまわる呢 意思不一样 みまわる 除了みまわる这个形之外呢 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 みてまわる 这个形式也是经常使用的 而且呢 一般来说 みてまわり和みまわり 意思是大同小 基本上是一样的 它和环示没有关系 它是表示 是到处走走看看 比如说 这个例子 我到一个城市去旅行 那我希望什么呢 除了一些 有名なカンコスポット 对吧 一些观光的景点之外呢 我还想在这个城市啊 到处走走看看 就可以用 まちをみまわる 或者まちをみてまわる で言う吧 まちをみまわる 那么这时候大家就 みまわる它和みわす 环示没有任何关系啊 它就是造数走走看看的意思 而这个お呢 就表示 移动经过的路线 好 下面一个单词 やがて やがて 它作为副词来说的话 它的用法比较多一点啊 首先呢 它有不久马上的意思 那么在解释 不久马上的时候呢 这个やがて 它就和まもなぎ的意思 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旁边可以写上一个约等号 就相当于了 まもなく的意思 不久马上 对吧 我说 它马上就会回来的吧 あの人はやがて もどるともいます あの人は たなか部長は やがて もどるともいます 我觉得田中部长 应该马上就会回来了 这是一种情况 除此之外呢 大家发现 やがて 还可以表示 差不多将近 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和我们之前学过的 大体 大致上 大体上的意思 是非常接近的 对吧 我跟他最后一次见面之后呢 大致上过了一年 就可以说 最後にあってから やがて 一年 たちました 最後にあってから やがて 一年 たちました 这时候就和大体一年 たちました 是一样的 大致上过一年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这个やがて 还表示 终究 终归 什么叫终究 终归呢 也就是 我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吧 但将来总会这样子的 有点类似于 いつ他的用法 但实际上可以提醒大家一下 我们上面 いつした这个单词呢 和いつ他一次是一样的 对吧 我们说 努力终究会结果的 努力はやがて みを結ぶ 努力はやがて みを結ぶ 努力终究会结果的 好 下面 arikimawaru arikimawaru 这个字大家会发现 和 mimawaru 它实际上是同一个 形式的吧 都是动词的 masking 这样的一个 符合动词构成方法 那么刚才我们讲 mimawaru的话 它就表示 到处走走 看看 对吧 不断的看 然后在那里转 看arikimawaru的话 就到处不断的 走的意思 对吧 好 下面 いつした いつした这个字 大家把它写上等号 它实际上 就和いつか 意思是一样的 刚才我提醒过大家了 这个いつした 它实际上和 いつ他的意思 是一模一样 无非呢 いつした 它是いつ他的 强调形式而已 作为父子 我不知不觉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不知不觉当中呢 我的日语就变好了 跟日本人交流 对吧 交流着交流着 不知不觉 我日语就变好了 日本人と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 しているうちに 日本語はいつか いつしか 上手になってきた 这样用吧 下面 幼い 幼い的话呢 它是写幼 它就是幼小的意思 对吧 所以我们以前学过 小时候 那么除了 小さいとき 子供のとき之外 我说幼いとき 或者幼い頃 小时候 都是可以的 还有一个词 我们在之前 应该也给大家介绍过 叫做 幼い 对吧 幼い 幼い 那么各位同学知道 幼い 幼い 和 なじむ 这两个词 组合在一起 是从小 青梅竹马 这样的韩语 好 下面一个单词 べったり べったり 这个词 我建议大家 不要单独去记忆它 为什么呢 像这样的副词 我们最好把它和动词 合在一起记 我们就把它 和下面叫 くつく 合在一起记 我们来看一下 くつく 这个动词 它本身表示什么意思呢 它本身就表示 它作为自动词 它本身表示 紧紧的贴在一起 有的时候紧贴 比如说 我身上 把泥都沾上了 就可以是 ふくにどろがくっついている ふくにどろがくっついている 用 ないないに ないなにが くっつく 这个形式 aに bがくっつく 表示 a上面紧紧 沾着b 这个用法 对吧 那么 除了真的是紧紧的 粘在那边之外呢 有的时候我们抽象的 表示 比如说 那个孩子总是紧跟着妈妈 就可以是 あの子は よく お母さんに くっついている あの子は よく お母さんに くっついている 也是可以的 而现在 べったり 这个父子呢 就是用来强调 くっつく 这个状态 是非常的 紧密的 所以我刚刚说 身上沾着泥 然后这个泥洗也洗不掉 紧紧沾着 就可以是 ふくにどろが べったりくっついている 那个孩子 总是紧紧跟着他妈妈 就可以是 あの子は お母さんに べったりくっついている 也是可以的 那么 所以 べったり 像这样的父子呢 就不要单独记忆了 你就把它 べったり和くっつく 合在一起记 那么 一十二秒 可以同时记两单词 对吧 还有呢 くっつく 是一个 自动词 他所对应的 他动词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 くっつける くっつく呢 是自动词 くっつける 就是他所对应 他动词 那么 くっつく 是紧紧 你在一起 くっつける 就是 使什么和什么 紧紧 你在一起 这个状态 对吧 好 下面有个单词 とぐち とぐち 就是门口 我再说了 好 下面 しっぽふる 那么大家知道 しっぽ是尾巴 ふる呢 就是摇摆 甩动的意思 所以しっぽふる 就是 甩尾巴 摇尾巴 对吧 那么 一般的 小狗摇尾巴 他为了什么呢 那么 除了心情好之外呢 他也说 说 阿谀奉承 讨好 这个抽象的情况 也是可以的 好 下面 ものごころ がつく 这个形式 那么 这个 这个形式的话 大家关键是掌握 ものごころ 这个单词 它表示什么含义 所谓的 ものごころ 它就是 怎样的一颗心 也就是 懂得了一些 人情事故 懂得了这个社会 这个世间 到底是怎么样子 该如何 从在这个世界上 带人接物 该如何在这个社会上 生存的这样的一颗心 就是 ものごころ 那么 つく 是一个自动词 对吧 就是 有了 掌握了 附加了 所以 ものごころ がつく 就表示 一个孩子 他 从一个 不根世的 小孩子 现在 总算有一颗 懂得 这个人情事故 的心了 这样的状态 好 下面一个单词 分別 分別 这个词 它有两个念 吧 年轻分別 可以 分別 是可以的 那么 它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 ものごとのぜひ を判断すること 我去判断 一个事物的 是和非 这个事情 叫分別 分別 都可以 那么 它本身是名词 如果加上 する的话 分別する 就是个他动词 所以我要分辨 什么东词的话 就是 何々を分別する 就可以了 下面 ソナワル ソナワル 它是一个自动词 他所对应的 他动词 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 ソナエル ソナエル 是他动词 那么 ソナエル 和ソナエル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含义呢 那么 首先 第一个 像ソナエル 的话 我们从他动词 ソナエル 入手 它有准备的含义 比如说 为了考试做准备 为了 家里准备一些 防灾用品 为了地震 做准备 这个时候 都可以是 自身にソナエル 或者 スケにソナエル 有同学说了 老师 你不是说 ソナエル 它是个他动词吗 那么 为什么 ソナエル 和スケに 之间 不是用的 而是用的 ニ 因为很简单 我准备的不是考试 我准备的是 各种复习 或者文具用品 之类的东西 只是我这里 兵语没有说而已 而我是为了考试做准备 这考试是我准备的对象而已 对吧 所以是 你ソナエル 这个形式 那么除此之外 ソナエル 它还可以表示 装备 配备的意思 对吧 我们在教室里面 在每个房间 都装上电话 就可以是 部屋に電話をソナエル 这个形式 再说一遍 部屋に電話をソナエル 部屋に電話をソナエル 对吧 在房间 装上电话 那么这是ソナエル 它动词的用法 那么对应到 自动词 ソナワリ的话 那就是什么 就是 已经配备好了 装置好了 具备的意思 对吧 我们说 人类具备了 什么什么 分辨事物的能力 就可以是 人間には 物事分別する 能力がソナワっている 人間に 能力が ソナワる 也是有 你 这个答对 人間には 物事分別する 能力が ソナワっている 对吧 我说 我一进房间 发现 不同人的脚部声 不同人的脚部声 違う人の 靴音を 聞き分ける 只说法 好 下面 欧かし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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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 实际上 大家在旁边 写上等号 它就和 欧かし 的意思 是一样的 也就是 非常奇怪 非常滑稽 可疑的 事 或者人 都是可以的 那么 我也区别在于 欧かしな 它是个连体词 所以它必须 加上 名词 使用 一个奇怪的人 欧かしな 人 奇怪的事情 欧かしな こと 都是可以的 好 下面一个单词 確かめる 確かめる 它是作为一个 他动词来使用的 它就是什么呢 它可以在旁边写上 就相当于了 確認する 的意思 就是确认一下 確認する 而且 確かめる 它是个他动词 所以 我要确认什么东西 我就用前面搭配 便利的 我就可以的 何を確かめる 好 下面 よっぱらい 大家知道 有意 是罪 よっぱらい 就是有意 的一个升级版 就是罪的 不省人是 酮丁大罪的意思 对吧 那么 よっぱらい 如果写汉字的话呢 这个 parai 的部分 还是写成 这个 叫做 富田 这个海外语 那么 大家这里回忆一下 如果是 よい的话 よい这个动词 除了醉 还有什么含义呢 除了我们说 真的是喝酒醉了 对吧 我也可以说 比如说 晕船 晕车 这个也可以用よい 对吧 但是这时候 格助词要注意搭配了 用的是 に ふうにによい くるまによい 也可以表示 沉醉 对吧 沉醉在美丽的旋律当中 きれいなメロディに よい 都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 によい的形式 要记住了 好 下面 わさび 这个单词 大家应该不陌生 这是芥末的含义的吧 我们不多做解释了 好 下面 ながす ながす的话呢 它是一个他动词 它所对的自动词是 ながれる ながれる 是自动词 那么 ながす的他动词 什么含义呢 它首先 大家知道 ながれる 它可以表示 河流的流动 水在那边流动的吧 川がながれる 这个形式 那如果不是 河流自己流动的 我让它流动起来的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 ながす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说冲水的吧 你说你 比如说上了厕所之后 你冲水吧 这就是 水をながす 这个用法 水をながす 除此之外 大家知道 ながれる 除了真的是 河流流动 水流动之外呢 ながれる还有比较抽象的 这个音乐啊 这种声音在空气当中 回荡流动 这种感觉 对吧 那么 ながす同样的 就是我人为的 把这个音乐给 放出去 把这个播音给 放出去 对吧 音乐をながす 或者呢 あの音色をながす 这个用法 好 好 好 下面 きさみ 表示打喷嚏的意思 不再多说了 好 下面一个单词 慌てもの 那么是慌てる 这样的物一个组合 对吧 慌てる 慌慌张张张的 物是指人 所以慌てもの 就是一个非常慌张貌似的人 下面 运动不足 つまり 运动が足りないことですね 就是运动不足 就不再多做解释了 好 下面 走り回り 那么大家也看出来了 走り回り呀 它是从走り回り 变化过来的 我们有刚才 見回り 歩き回り 的这个叫做 基础之后呢 大家知道 走り回り 自然就是 到处不断的跑 这个含义 对吧 好 下面 足りる tari 它作为自动词来使用 其实 还有一个字叫 tari tari 和tari 语的意思呢 实际上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一个是二类动词 一个是一类动词 所以它们的一些变性不太一样 比如说它们的否定 用tari 来变的话 变得是tari nai 用tari 来变得是tara nai 实际上 意思也是一样的 就和英语中的 enough 是一个意思 足够的 好 下面 nakaba nakaba 他字写 半 那么什么意思呢 首先它有个 半文的意思 就是一半 对吧 比如说 我们班级一半都是留学生 一つのクラスは nakaba 留学生です 一つのクラスの学生は nakaba 留学生です 一半都是学生 留学生 对吧 再比如说 我说这个论文 我完成一半了 这个是 論文は nakaba 書き上げました 書き上げました 文文は nakaba できました 这个时候 nakaba 相当于 半文 的含义 除此之外 nakaba 含着表示 途中 中途 对吧 仕事を nakaba やめました 我这个工作 nakaba やめました 半途而废了 也是可以的 就和 途中で やめました 是一个意思 好 下面一个单词 zumi 那就是 罪孽的意思 对吧 就不再多多解释了 那么下面 Masaka Masaka 他作为父子来说 他这一翻译很多啊 难道 绝不万一一旦 对吧 那实际上 Masaka 他表示 怎样一种心情呢 也就是 我 本来觉得 理因 不会发生 不会有的事情吧 我去设想 我去想定 它 万一发生了 的时候的一种 不可置信 很惊讶的一种 心情 用Masaka来表示 对吧 所以 很多时候 比如说 为什么这个Masaka 他后面 写个绝空号布呢 因为他很多情况下 他会和 否定搭配的使用 比如说 我看今天 应该不会下雨吧 Masaka 雨が降らないだろう Masaka 雨が降らないだろう 就是 我觉得 不会下雨 但万一下雨的话 那我会一种 很 心自来的一种心情 对吧 Masaka そんなこと 哪有 那样事情 绝对不会有 可以有Masaka 那么 除此之外 Masaka还表示 万一一旦 那说白了 也是 我刚说的 一般来说 我觉得不会有 这样的事情 但是万一发生了 我会有一种 很惊讶 很不可置信的感觉 对吧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为了 以防万一 这个叫做 Masaka Masaka sonairu 这个词刚才讲过 为了什么做准备 是 Nainaini sonairu 对吧 对吧 什么叫做 Masaka 那 也就是 一般来说 我觉得不会发生 这种情况的 但是万一发生了 我会觉得 非常的 心自来 就那种心情 用Masaka来表示 以防万一 对吧 下面 Nikumu 他动词 憎恨的意思 那么既然 作为他动词的话 用法也很简单 就是 Nainaini 或者 Narei Narei Nikumu 就用法就可以了 好 那么接下来 请各位同学 跟着我把单词来念一下 我们每个单词 两遍 つなぐ つなぐ 鎖り 鎖り こっそり こっそり やられる やられる 急ブレーキ 急ブレーキ 鳴き声 鳴き声 無断 無断 大小 大小 弱 弱 飼い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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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回す やがて 歩き回る いつしか 押さない べったり くっつく 尻尾を振る 物心がつく 分別 分別 備わる くつ音 聞き分ける おかしな たしかめる よっぱらう よっぱらう わさび わさび 流す 流す くしゃみ くしゃみ あわてもの あわてもの 運動不足 運動不足 はしりまわる はしりまわる たりる たりる なか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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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つみ つみ まさか まさか にく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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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言われ